外皮酥脆的排骨 一刀切下滋滋作響 台湾国民美食 排骨便当家喻户晓 有的业者一做就是好几十年 闯出好口碑 都是人家推荐我就吃 它那种油度适中 分量刚好 我觉得吃起来就比较刚好 排骨就腌过 比较有味道 差不多一个礼拜 都会来吃一次 光是用筷子夹起 就能感受到分量 不过分直接油炸 肉质结实又多汁 挑向三十多年 主要卖给附近上班族 一天现在景气很差 一天如果说有100多个就不错了 之前更多 之前都是有300 400个 那时候之前这个15 6个在做 现在只有剩下4个 同样一天卖出上百份排骨的 还有喂在西门宁的这家店 靠着酸甜醋酱 卤过韬客味蕾 好手艺传承到第三代 不过却不是每家的接班路 都那么顺利 位于光复南路巷道内的排骨 老字号名店 因为老板娘身体不适 目前已经暂时歇业 而且还贴出顶让公告 40年老店因为缺工问题 老板夫妇一天工作16小时 体力实在吃不消 只得选择休息 寻觅有缘人接手 两夫妻都做很久了 小孩不想接喔 对 整个是上班族 好吃的没有几千呢 摊开台北四大梦幻排骨名单 赵江武昌排骨 主打不果粉的厚切排骨 冬一排骨则用香料腌制 立竹石井面的排骨饭 选用里肌肉 五香调味 却只做到今年一月 清香排骨王原味特制酱 一排两吃 如今也在今年五月席登 部分老牌排骨饭名店 难逃人力短缺 好味道也只能成为回忆 三天新闻 中日一亭台北报道